今天這個台股 只有上漲了一點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士聰哥 對 事實上今天的量是滿大 2400億 但是指數只有小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檔的壓力其實越來越大 尤其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就是資金從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生計股轉出來 轉到哪裡 轉到電子股 所以你電子股 我覺得你可以留意這一波 可能相對比較強的一些族群 包括5G題材的 像聯發科 經歷又創了短波段的新高 就像說穩帽 或是說像加金等等的股票 甚至